很多人把排骨买回来 不是清炖就是红烧 早就吃腻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把排骨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 再放点料酒去腥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足处的浮沫撇出去 焯水之后捞出 装入盆中备用 起锅烧油 放入葱姜和干辣椒炒香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酱烧汁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再放了 炒出酱香味后放入排骨 接着把排骨翻炒均匀 再加入半管啤酒去腥增香 软化肉质 然后往里面再加入开水 没过食材 开水能让肉壳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 锁住肉里的香味和营养 所以加开水炖出来的肉会更香更好吃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再大火收下汁 排骨这样做真的太香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美味继承 排骨这样做酱香浓郁 肉质软了又入味 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真的是太下饭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